这里竟然发现了汉佛教的第一尊肉身菩萨 指甲盖和脚趾骨落露在外 一千多年来,完好的保存至今 真的是一个奇迹 看古村古建,平百位乡村 大家好,我是燕子 这里竟然发现了汉族佛教史上出现的第一尊肉身菩萨 迄今为止还能看到裸露在外的手指甲和脚趾骨 他竟然还是佛又转世后又成佛的汉人 也是汉族成佛的第一人 被唐太宗李世民分为空王佛 寺庙里还有两尊肉身塑像为其守护 一个凡人被世人称之为过去佛 受隋朝、唐朝、两朝皇帝的追捧 肉身塑像还受天下百姓的景仰 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为什么死后肉身会被供奉在 1700年前的悬崖谷庙宇里呢 他生前又有哪些功绩 能够获得如此殊荣 受世人景仰呢 大家给燕子点个赞关个住呗 今天咱们就攀爬上着悬崖绝壁 去了解一下他不平凡的一生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大山是如此的陡峭 但是在一千多年前百姓却克服一切困难 在这座陡峭的山上为这位凡人师父素肉身塑像 虽然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作画 仍然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视 把他封为空王佛 为他重修了这座云峰寺 尽管历经千百年的战火洗礼 朝代的更迭 三尊师父们的肉身塑像仍然保持原貌 被很好的保护在这里 电雨不大 却是非常的古老 现在咱们就抓紧时间爬上悬崖 一睹这位伟大的空王佛真容 历经艰险终于到达了寺苗的脚下 马上就能看到这位了不起的空王佛真容了 他本名田智超 村民也亲切的称他为甜善友 于517年出生在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当中 从小他就品学兼优 熟读四书五经 喜欢研究佛法 后来还考上了境试 在村子里也是助人为乐 广结善缘 因为家里他是独子 所以父亲在他17岁的时候 便为他娶妻成家 本应该过着和和美美的生活 但是呢 他为什么又会出家为僧呢 我们边走边说 想要上去 我们还得爬上眼前的台阶 这些台阶一共120个 一般的寺庙都是108节 这里为什么会是120个台阶呢 其实它有两层寓意 是由108加12组成的 108节寓意我们每登上一个台阶 就会克服一种烦恼 或者消除一种磨难 而另外的12个台阶 寓意一年当中的12个月 只要踏上了这12个台阶 一年当中都能万事顺心 事事如意 我先替屏幕前的家人们 克服这些困难 此时此刻大家在评论区打个加油 支持一下燕子好不好 谢谢大家了 继续往上爬 登上高高的台阶 我们便来到了山门前 在山门的镇上方 有一块蓝底灰字的牌匾 上面写着风尺云风寺 可见这座寺庙的规格是非常高的 穿过殿宇的建筑群 从下向上望去 这里有一座殿宇 山式陡峭悬挂在崖底之间 站在上面一不小心 就会掉下来焚身碎骨 真佩服在这里修行的师傅 千百年来究竟是怎么在上边生活的 很难想象这样艰苦的环境 竟然就是田志超师傅最后的归宿了 当年在他的新婚之夜 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情 村子里的地痞无赖 嫉妒他家境富裕和美丽的妻子 便串通在官府做官的支线 以结伙抗粮俱税的莫须有罪名 没收了田志超的全部家产 妻子也被陷害致死 原本幸福的小家庭被无赖陷害 导致家破人亡 愤怒的他只好外出逃难 在绝望之际 田志超受观音菩萨的点化 摒弃一切的凡城俗事 出家为僧 游历各地弘扬佛法 他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为百姓解忧 助人为乐 乐善好事 受到了百姓的爱戴 挤进周折之后 他便来到了这里 看上了这座大山 是一个人节地灵的好地方 山上的岩洞是天然形成的暴富岩 冬暖夏凉 非常适合修行 但是想要在这里有一席之地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他来之前 就有到家的五龙之母 在这里修行多年 他一介凡人 又是怎样收服五龙 成为这座山的一山之主的呢 这里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这里就是五龙之母 当年修行的山洞了 当年田志超师父来这里 找五龙之母 说明了来意 他们便设定了棋局 输者就退出这里 因为五龙之母早年的时候 比较喜欢田志超 所以在这里下了几天 没有结果 便随便下了梁子 认输了 然后让出了这里 但是儿子么不服呀 便发洪水 想要把这个暴富岩洞给冲垮 当时呢 田志超就释放出了 他前世的佛性 力大无穷 一只手就将这个岩臂的顶子 给拖起了 在暴富岩的岩洞顶端 到现在为止 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手印 最终是五龙臣服于田志超 也被世人供奉在这里 而田志超也成为了这座山的主人 这个池子就是当年 五龙被降服的龙池了 原来田志超是过去佛转世 但是这一世身为凡人 尝尽了人间的疾苦 这也算是一种修行 他刚出家的时候 曾经为戒修成二十八户百姓 在农忙的时候做帮工 谁家有困难 他从来都不拒绝 百姓特别的喜欢他 公元618年 唐高祖李渊等级 田志超便带领二十多个弟子 前去庆贺 在太极殿相谈慎 深得皇上的喜爱 而他为百姓做出的最大的攻击 便是诗云不语 有求必应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 有一年大汉 他担心百姓疾苦 听说民间活佛田志超 非常的神通 许愿有求必应 便差人前来为百姓求语 田志超得知百姓有难 赶快就命弟子端来一碗桃米水 就在外边一洒 长安城果然就下了大雨 李世民为了感谢 田志超的降雨之恩 便率领众臣朝着山间赶来 想要当面感谢田志超的这种恩德 但是就在这个期间 田志超已经作画圆寄了 李世民在途中得知以后 空望着天空感叹呀 内心无比的难过 顿时天空中就出现了空王佛 几个金色的大字 李世民当即下令 封田志超为空王佛 并派人在这座山间 修建了空王殿 并将这里的寺庙 赐命为报复寺 后来就改为了云峰寺 前边就是空王殿了 马上咱们就能一睹 这位高僧的真容了 大家看 报复岩的岩洞外悬崖边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铃铛呢 那是因为来许愿的人 如果是愿望成真了 便会来这里还愿 悬崖上的铃铛 全部都是还愿的人们所挂 从风铃的数量 也可以看出 这座店鱼有多么的灵验 其实往悬崖上挂铃铛 也是一个大工程 听说是把人通过绳子 吊在悬崖上 将绳子荡来荡去 把人荡进山谷洞口里 进行悬挂的 整个过程是相当的惊心动魄 因为灵和灵是谐音的 为了灵验 所以就算是再危险 人们也要这样做 通过悬崖上这些铃铛 也能折射出 田志超师父的为人 以及他在百姓 心目中的地位 他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 尽情的发光发热 宣扬佛法 让百姓以善为本 行好事做好人 在他去世以后 依然保留真身 让后人速成肉身菩萨 把自己淡薄名利 助人为乐 乐善好施的优良品德 继续的传承下去 现在不光是他的精神 就连他本人 也已经成为了 全国罕见的奇迹了 在这座大山上 竟然供奉着十五尊 包骨肉身苏像 而这里就有三尊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殿宇 便是空王殿了 殿宇真中心 供奉的就是空王佛 也是这座大山曾经的主人 在他元祭后 弟子们虔诚的为他处理好 后续成为肉身菩萨的事宜 几年后成功的速效 受世人供奉和敬仰 一千多年来 历经了岁月的侵蚀 战火的洗礼 速效依然保存完好 也是一个奇迹 在空王殿的后边 就是空王的真身殿了 肉身就供奉在这里 听附近的村民说 解放后对文物进行清理保护的时候 菩萨指甲盖和小尺骨 都是裸露在外的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菩萨 被红色的袈裟包裹着 真的裸露在外的话 咱们也不能冒昧的去看了 要是真的修复了 那也是一件信事 在中外的佛教史上 真人成佛的记载 只有释迦摩尼佛一人 少数高僧称之为菩萨 而田智超师傅 能被世人称之为空王佛 可见在当地僧众和百姓 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 在制作殿余的旁边 也有两尊肉身塑像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看 可能大家心中会申起一个疑问 修行之人 谁想成为肉身菩萨 都是可以的吗 那就错了 成为肉身菩萨 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 它必须是修行达到一定高度的人 还要经过一个壁谷期 也就是说在即将圆祭前 只能喝水将身体的杂质排出 慢慢的滴水不净 直至保持坐姿 坐化 自然停止呼吸 之后还要对遗体进行特殊的处理 秘密的封存 再解封 如果说遗体腐烂 便不能成为肉身菩萨 如果说遗体不腐不烂 便可以对肉体进行处理 速成速像 进行供奉了 在此大家有什么心愿 或者说对肉身菩萨 还有什么感想的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这座殿余叫马鸣殿 正中心供奉的便是马鸣菩萨了 在马鸣菩萨的左右两侧 是和真人大小一样的两尊菩萨 他们便是肉身菩萨了 左边的这位是元代的介修焦居士 他因地善良 一心护士这里 右边的这位是焦居士的外甥 元通和尚 他们一起出钱出力 重建了云峰寺铁所 为前来祭拜的行人提供了方便 做了积德行善的大好事 所以去世后也以菩萨的礼数 将其肉身速成速像 并供奉在这里 守护在空王旁边的殿余里 受世人敬仰 今天能爬上悬崖峭壁 来到这样一座人节地灵的古庙宇 感受着这里古往今来发生的这些振奋人心的故事 也了解了一千多年前汉族第一位成佛之人 田志超的传奇人生 真的是很庆幸 真佛一生的修行尚且需要经历绝望和痛苦 不断地衡量得失 进化心灵 才能修成正果 受世人敬仰 而我们凡人更应该心中有方向 克服所有的困难 只要努力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颠覆的 只要敢想敢做 目标明确 一定会有所作为 成就不平凡的人生 这里的几位肉身菩萨和自然分光 人文建筑相结合 壮观中带着几分别致 神秘中带着几分奢华 让后人感慨万千 希望他们可以一直被很好的保护下去 成为这里永久的奇迹 今天这期视频咱们就拍到这里了 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燕子带你看更多古村古建古奇迹 我们下期见